有民众及住户向仁爱区和民里长反映 机车停在爱六路骑楼以及路边 近半年来都会被开罚单 甚至停在路边被开罚单的理由是因为 停在人行道上让大家很傻眼 这边之前有停机车也被开过的 它开的是说人行道 那你看这边的人行道有像人行道吗 有灯路灯还有花盆 这边像人能走的吗 而其实爱六路所谓的路边或是人行道 交通相关单位正式名称叫做路肩 因此当地和民里里长陈建平 向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陈勤 议长邀及市政府公务处交通处 以及区公所等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决定短期内也就是三个礼拜后 由市政府相关单位先重新刨铺爱六路两边路肩 原有破裂的地砖区改铺上搏油 再划上机车停车格和汽车卸货区 也让机车退出骑楼 避免再有民众受拔 这个照里长的需求跟要求 我们希望公务处先把我们这个路肩的部分 路边的部分 先把这个铺面修改 修补 让我们这个机车格直接划上去 让店家 商家跟住户 学童都有一个安全的人行空间在里面 那把机车全部移出来外面 那也不影响道路的交通 然后机车格再保留一些通道 让人行空间来解决 那把这个花圃占用的问题可以移掉 那希望里长多沟通 那我们希望公务处在明年下水道接管完成了以后 全面性的来跑步 把这个变成一个非常完整的停车空间 那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平衡 就是第一个住通行的安全 然后第二个机车也可以方便停车 我想这样会是一个比较快速的解决办法 议长通知委看到骑楼内满满的机车 影响小学生和民众通行 甚至高低不平的骑楼 更是推着婴儿车爸妈的噩梦 强调机车退出骑楼 并且整平骑楼 就是他一再强调以人为本步行程式的主轴 所以我们这边如果在骑楼上面停车 第一会影响到这个住户 还有学童上下学的安全问题 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一段骑楼是没有开放停车的 所以造成住户或是店家的机车 会长期的容易被检举取缔 虽然我长期本来就反对 我从头到尾都反对骑楼开放停车 这个政策我认为要重新检讨 骑楼就是不应该停车 你这样会造成民众无所适从 目前爱六路段只有在富邦银行附近 有20个机车停车格 根本不够用 无法满足住在爱六路的住户和民众的需求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